新美市中和区在昨天晚间有一名驾驶开着箱行车回家 结果短短600公尺的距离 这箱行车先是撞上机车再擦撞旁边的小货车 最后在家门前还碰撞到邻居的休旅车 立刻呢是被远景拦下 经过酒侧竟然发现高达1.2仙毫克 甚至还发现他是无照驾驶相当离谱 多辆轿车停等红灯 突然一辆银色箱行车转弯 在马路上开开停停 紧接着下一秒碰得好大一声 擦撞到小货车 把站在一旁的路人吓坏赶紧跳开 只是箱行车并没停下 而是开到下一个路口 撞上休旅车后 箱行车就停在路口 但驾驶人呢 却是摊坐在路边 表情呆愣 远景在现场对男子进行酒测 酒测值竟然高达1.23毫克 明知道自己喝到醉醺醺了还敢开车 沿路失控冲撞两辆自小客车 还一台机车 还还一名路人受伤 回到事发现场可以看到 当下被撞的休旅车就停在这个位置 而保险感呢 是严重毁损地面上 还有一些零件碎片 而造势驾驶呢 疑似就是住在这里附近 当下是喝酒上路 因此酿货 事发在新北市中和区 五号傍晚七点多 六十七岁的红星 肇事驾驶就最上路 开着小货车 在景星街停车场 往中校街方向行驶回家 将近六百公尺的距离 他先是撞上机车后 再撞上小货车 最后在家门前 碰撞邻居停放在路边的 休旅车才停下 警方在肇事的乡行车内 找到两瓶酒瓶 红姓男子疑似就是在车上 喝完后上路 只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酒驾 驾照早就被吊销 这回再度喝酒上路 清醒后该陪的 还得好好面对 见周一万家为采访报道